哈囉大家好 那我今天想要利用 壞掉的這個電風扇 來做一個 曬衣攬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家裡 有很多壞的電扇 你看 這個是塑膠的 罩子是塑膠的 那這個都是鐵絲網的 那 基本上我是覺得鐵絲網的 比較理想 所以等一下呢 我要來把這個鐵絲網 拆下來 那拿到這個 工作室去把它 做一個改裝 那我們工作室見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我的 工作室 各位可以看到我桌上這個 電扇的這個罩子 是我從我的倉庫 拆下來的 那我們盡量選這個電扇 比較大的 因為我們要利用它的這個面積 那首先呢 你必須 用這個繩子 你要剪兩條繩子 那繩子的長度是 140公分 140公分 然後一條是80公分 那 我們把這個 140公分的繩子 先對折 然後你用這個 黑色籤子 比較對折的地方 做個記號 然後這邊 再對折一下 再對折一下 一樣也是 也是做個記號 那這樣 等於說 每一段記號都是 35公分就對了 那為什麼 是35公分 我們就是 要有一個地方打結嘛 它會縮短 所以事實上就 大概只剩30公分可用 所以我們就是 有四結都是 都是35公分的 然後這一條80公分也是 35公分 做個記號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電扇好了 電扇有個前面的 跟後面的 後面這邊有一個把手 那因為它這個 就會比較重 我們就放在下方 那這個 這個正面 我們就放在上方 這樣 這樣就比較好做事情 那我們來看 你把你的電扇 這個鐵線 的條數 跟它算一下 我算過了 我這個電扇 這總共的一個鐵條 大概就是 120條 所以說 我們除以3好了 各60 不是 除以3 各40 43 120 所以 40 40 那 這邊也是 40根一個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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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看 我都已經畫好記號了 每一個 40個 一個間距一個記號 所以就是 剛好分成三等份 因為 三個等份的話 就是三點成為一個平面 這樣的話是 算是最穩定的 好 那我們 這個就 開始來做 那你要做的時候 你在這個 這個 朝你自己 頭部這個 在體的這個東西 朝你自己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弄了 好 首先我們把這個 140公分的這一條 先拿來綁 我不是說這邊 30公分有做一個記號嗎 我們就來這邊做一個打一個結 把30公分記號綁好 好 好 那這個結 你要打死結 那不然你以後會鬆脫 然後這個 重心就 就跑掉了 好 那這邊也是 把這個30公分 靠上去 然後也是打一個死結 當然你如果沒有打得很準 稍微 稍微再校正一下 盡量把它準確一點 OK 好 那我們這個本體這邊打好了 然後 我們再來綁下面的 下面的也是一樣 我們就直接 把它綁緊就好了 也是打一個死結 那由於我這個 這個是用尼龍繩 你打 打完死結以後呢 它還是很容易鬆脫的 所以到最後 你還是要用熱熔膠把它黏一下 那這邊也是 就是 我們這個 好 也是把它打死結 好 這邊打好了 然後還有第三個位置 好 就是我剛才講的80公分的 那80公分的話 你打結的話也是一樣 把35公分的地方 把35公分的地方 把它打結 一樣是打死結 然後下面一樣 再打一個死結 這樣就會綁得很牢靠了 那下方的這個我們都綁好了 再來就是綁上方的 那上方一樣 這邊就是有35公分的那個記號線 那我們就跟原來的這個中間點 中間點 對齊 把它綁緊 好 我們可以提提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掛鉤把它把它掛在我們的那個曬衣感上 好 那我們已經將我們的曬衣架 好 用這個掛鉤把它掛起來了 好 那這樣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這個圓盤 好 我們可以晾我們的襪子 好 如果你有襪子洗一洗的話 你就可以跟它鋪在上面 讓它乾 好 是不是很方便 好 好 那這個雙層的 好 它可以擺很多襪子 好 那我們就完工了 那各位看我們這個設計是不是很方便呢 然後又廢物利用 好 所以下回呢 你如果有這個電風扇壞掉的時候 啊 千萬不要丟掉 好 或是看到路邊有人不要的 趕快把它撿回來 好 這樣的話 你就會有一個很實用的一個 曬襪子的一個架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好 希望各位會喜歡我的頻道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祝愚 怎麼你生氣 好 好